上周,央行突然宣布将官方定线率大幅下调50个基点 真的是让人意外的惊喜 毕竟呢,之前央行透露可能只会降25个基点 而且很多经济学家也是这么预测 结果呢,这次幅度超出了预期很多 而当时的通胀数据还没有公布 所以大家才吓了一跳 那这次降息呢,对有房贷的朋友来说 绝对是个好消息 在目前高生活成本的环境下 这次降息无疑是选中送炭 央行大概认为这次通胀已经进入了目标区间 那下一次观光定线率的调整会在11月27号公布 至于说是否会继续下降降多少 还要接下来看一些经济数据的表现 比如说通胀率和失业率等等 那么银行是如何应对这次降息的呢 在央行宣布降息之前 ANZ银行就率先做出了调整 他们将一年期贷款利率从6.09直接降到了5.59 很多人看到这个变动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以为系统出了问题 实际上呢 ANZ是想借着央行降息的势头 抢先一步吸引更多的客户 不过其他银行通常也会在一两周内跟进调整 差距不会太大 所以您的银行如果不是ANZ 也不用过于担心 那目前市场利率情况是 浮动利率已经正式进入了7次头 固定利率大多数进入了5次头 那这对有贷款的朋友来说 终于看到了利息下降的希望 不过很多人现在都在考虑 要不要打破现往贷款合同 我个人建议 打破合同的成本 通常和你能省下利息相差无几 甚至有时候还会更高 而且打破费用需要一次性支付 未必值得 如果你的贷款快到7了 那恭喜你 可以等贷款快到7的时候 再选择固定利率 我个人建议考虑6个月或者12月的固定期限 那根据这两个期限之间的这个利率差异来选择 如果6个月的利息比12月高很多 那可能不太值得选6个月 或者可以把贷款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固定0个月 另外一部分固定12个月 这样可以分散物件 当然还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收入预期 和未来计划来做出决定 比如说您近期如果有拜访打算 那可能更适合选择浮动利率 或者6个月的短期 相反 如果你未来的收入存在不确定因素 选择12个月的固定利率 可能会让你还款更加稳定 那至于还款金额 如果您的新利率比之前低 在不做任何改变的情况下 您的还款额度就会自动降低 这样可以减轻月供压力 特别适合有投资房的朋友 能够改善您的现金领 但是如果您可以承受之前的还款额度 想快点还完 也可以保持之前的还款额度 这样可以加速还贷 那比较适合有自主房的贷款朋友 对于即将交割新贷款的朋友 我建议在签文件时 先选择浮动利率 这样的话就不耽误我们交割 那交割后再考虑固定利率 这样灵活性会更高 最后利息的下降 不仅能降低还款成本 还会提高我们的贷款能力 随着市场利率的调整 银行的测试利率也会下调 这意味着即使收入不变 您的贷款额度也会增加 不过要注意 随着贷款需求的增长 银行可能会更严格的执行DTI 也就是说债入收入比这个限制 所以有可能反倒没有现在在那里多 所以如果您想买房尽早入市 以上分析是基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银行政策 如果您有任何贷款方面的疑问 欢迎随时和我们联系 我们可以为您两身定制 最合适的贷款方案 好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